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1961年9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玛丽第二次访华,受到了中央领导们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当时也是盛情款待,不仅安排他到中国的许多地方观赏和走访,也多次抽空和他进行交谈。 再一次会谈当中,当时已经68岁的毛泽东,突然问起蒙哥玛丽元帅今年多大岁数。 蒙哥玛丽说,74岁,毛泽东说,哦,过了73岁了,咱们都老了。 蒙哥玛丽说,主席先生,你的共和国成立了12年,从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新的国家,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国家和人民都还需要你,你要有精力来领导这个国家。 毛泽东听完这一番话,点燃一支烟,慢悠悠地吸着,望着远方沉思而语。 我今年已经68岁了,中国有句古话叫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这是两道命坎。 如果两道命坎都闯过去,就能活100岁。 而我距离73岁只有一个五年计划了,马上就要去见阎王了。 我们中国的阎王就是你们西方人口中的上帝,而上帝就是马克思面对毛泽东的幽默话语,酒精沙场的蒙哥玛丽,有点不知道怎么接话差。 他没有想到东方大国的领袖会如此看待生死。 他连忙打圆场说,主席先生,您带领中国走向胜利,您会很长寿的,最少也得活到84岁,也有可能长生不老。 毛泽东笑道,怎么可能长生不老? 秦始皇都没找到长生不老药,若是能长生不老,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了药。 毛泽东和蒙哥玛丽的谈话充满了幽默感。 在此期间,毛泽东说了一句中国的俗语,73、84,严蒙不请自己去。 毛泽东接见蒙哥玛丽的时候68岁,蒙哥玛丽当时已经74岁,显然,蒙哥玛丽已经闯过73这道命坎。 然而他还闯过了84这道命坎,西元1976年3月25日,89岁的蒙哥玛丽病逝。 半年后,毛泽东与世长辞,向年83岁,虚岁84,也对应了84这道命坎。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73、84,严蒙不叫自己去。 为何每个老年人害怕这两个岁数? 一,所有老人都害怕的73、84,上面我们说到俗语,73、84,严蒙不叫自己去。 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家里的老人到了73岁,他的生命迎来了一次挑战。 如果他能渡过这个难关,那么他就可以很顺利地活到80岁。 而当老人活到84岁的时候,又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个难关。 只要再次渡过这个难关,那么他就极有可能成功活到百岁左右。 因此73、84这两个两个岁数,是所有老人心中害怕而有期待的存在。 冲过去了,就如同李逾越龙门,生命再次获得新生。 然而没有冲过去的话,可能就人死如灯灭。 因此很多老人到了这岁数,便产生了一些奇怪的风俗。 比如,家里有老人到了这两个岁数,后代子孙就会让他们吃一些肉,希望用肉来向阎王买名。 还有的地方,则会给家里老人吃鸡鱼,就是寓意里逾越龙门,一跃就渡过这个关卡。 还有的地方,会给老人煮鸡蛋,代表一咕噜就滚过了这个关口。 二、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的来源。 上面我们说到所有老人都害怕这两个岁数,因此家里人会用一些特殊的办法来替他们顺利度过。 虽然方法千奇百怪,但是都寄托了,大家对于生命的渴望与敬畏。 而关于这句俗语的来源,也不是突然间的空穴来风。 这句俗语主要有两个出处,大家都知道,在先秦时期,中国出了两位圣人。 分别是道家十足老子和儒家十足老子,而这两位之后还有一位亚生孟子。 说来也凑巧,这如圣孟子活到七十三岁的时候就寿中正寝,而亚生孟子活到八十三岁的时候圆满而终。 而圣人在古代人民心中无疑是比较神圣的存在。 因此孟子的寿元七十三和孟子的寿元八十三就被古代人认为是不祥之兆。 毕竟古代人都很封建民心,圣人陨落必为不祥之兆。 因此古代人就觉得自己的岁数,想要比圣人长不太可能,到了时候阎王不来收自己,自己也该走了。 还有一种说法与数字有关,中国人对数字九很是执着。 九在古人心中代表了质阳,用来形容寿命的几点是最为合适的。 古人的生活总是和九离不开关系,比如说九重天,九九八十一等等。 在一些阴阳八卦学说之中,九又代表着凶兆,和寿命侃也就有了联系。 按照我国古代的吉凶之说也可以解释,73比72更危险是因为人在73岁到80岁之间主大凶,容易犯太岁。 因此古代一些迷信风水之人,就觉得这是天地规定的人的寿源之术。 三,如何科学地看待这句话? 上面我们说过,老人到了73或者84都会感觉到自己身体没有以前硬朗。 而这种感觉其实也并非是空穴来风。 首先我们都知道,人的身体会从出生到死亡,经历一个从幼小到巅峰,再从巅峰到虚弱的过程。 特别是到了50岁之后,严格地来说就已经算是老龄人口。 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机能比较以前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衰落过程。 而这个过程随着年岁的增长会不断地加剧。 特别是到了70岁以后,各种病痛和身体机能的下降,导致我们身体无法继续坚持下去。 这也是古人用七到八十来形容年老的人的原因。 因此人活到70多岁,甚至于80多岁,已经是自然界离开的一种规律。 它并不是由圣人陨落或者风水图书来决定的。 其次,根据现代医学表明,我们人类的身体有一个周期定律。 而这个周期便是以11年为一个周期。 其中一个周期里面,5.5年为最高值,表明身体很好。 而第11年,恰好是一个谷底值,身体最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而73岁和84岁很巧合地与11年周期相合。 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都处在身体最为低谷的时候。 因此,这两个时间段最容易身体出问题,而到了这个岁数,一旦身体有问题,便容易受众正寝。 因此,这73岁和84岁属于老人家,容易离开的集中趋育制。 那么该如何平安度到这两道坎呢? 1. 合理饮食。 多喝水。 想要长寿,就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一日三餐定点按时,坚持早上吃好,午饭吃饱,晚饭吃少的原则,增强粗杂粮的摄入,减少精细粮的比例,多果酥,少肉类。 每餐只吃七分饱,多喝水。 每天饮水量最好达到1500到2000泊左右。 2. 坚持锻炼。 锻炼有利于身体代谢,还可以提高细胞内各种酶的活性,有利于改善身体器官的营养和机能。 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减少疾病的产生。 爱运动的人,比不爱运动的人显年轻,经历好,身体健康,自然也容易长寿。 3. 保证充足的睡眠。 睡眠是最好最便宜的养生方式。 好的睡眠,可以补充身体气血,为生命积蓄能量,有利于延缓衰老。 如果你长期失眠或者睡眠质量不好,建议你可以用酸枣仁、红枣、大麦、茯苓、百合、甘草等食材组合搭配在一起,制作成酸枣仁百合茶对改善失眠,提高睡眠质量大有益处。 4. 拥有好的心态,积极健康的心态,会让身体分泌出好的物质,改善身体内环境,让身体更具活力,让人显得更加年轻,有着延年益寿的作用。 综上所述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是古代人民对于身体或者说生命的一个大凯律总结。 虽然难免包含一些封建色彩,但是总得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然而生命的时长,它既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影响。 因此我们每个人只要拥有良好的心态,以及作息习惯,那么必然会受到身体的眷顾。 79岁的老汪是一名退休老师,自从电动车出行兴起,老汪也爱上了这种骑行方式,每天都要骑着心爱的小摩托到处逛逛,三天不骑就浑身难受。 骑电动车出行并没有什么问题,但老汪有点特殊,他患有关心病和严重白内障,左眼几乎失明,家人多次劝他骑车危险,但老汪不听,认为自己技术到位还是坚持骑行。 最近,老汪在操心孙子昏房的时,经常骑着电动车去监工,那天有材料到货,安装师傅催得及,刚好又是下雨天,老汪看路困难,没注意到左侧的阴沟,一不小心连人带车跌入路边沟渠,右侧面部和胸部一同着地。 送到急诊检查发现,老汪的右侧一至十类骨,左侧一至四类全都骨折了,右侧颈部机器,因无法顺利可谈,需要转入ICU进行气管切开。 这将医院胸外科里传传一时提醒,人在不如老年后,有些事可以做,有些事不能做,千万不要一味地不服老。 一,这个年龄段,是长寿关键期,年过半百,不得不面对健康的分水岭,此时身体处于过渡阶段,对未来寿命有着深远影响。 2022年,美国医学会杂志一项研究发现,55至65岁是中年到老年的过渡期,这个时期通常被认为是后期成年期或晚期成年期。 此时,人们逐渐变老,身体机能逐渐下降,健康问题也随之出现。 在这个时期,人们需要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注意身上的两个特征。 这两个特征分别是腰围超标和血压偏高。 如果身上出现了这两个特征,很可能意味着自己的寿命已经不多了。 然而,如果我们提前知道自己的寿命情况,就能帮助自己在心理上做好准备,更好地面对未来。 1.腰围超标 腰围超标是指腰围超过了健康范围,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健康问题。 然而,人们通常很少关注腰围超标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实际上,腰围超标会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如降低自尊心,引起焦虑、压力和抑郁等。 除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腰围超标还与寿命短的关系密切。 大量研究表明,腰围超标会增加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某些癌症的风险,从而缩短寿命。 因此,注意腰围超标对健康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预防和改善腰围超标,我们需要从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入手。 首先,需要保持适度的运动量,增强体质,控制体重。 此外,我们还需要改善饮食习惯,控制摄入热量,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减少高热量、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摄入。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心理层面出发,建立积极、自信的心态,避免过度焦虑和压力。 综上所述,55至65岁的人要注意腰围超标,从心理健康和寿命长短的角度考虑,采取适当的预防和改善方法,建立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更积极、自信的心态,以保护自己的健康和延长寿命。 2.血压偏高 血压偏高是指血液在动脉中的压力过高,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健康问题。 与药位超标一样,人们通常很少关注血压偏高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实际上,血压偏高会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如引起焦虑、疲劳、头痛和失眠等。 除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血压偏高也会与寿命短的关系密切。 大量研究表明,高血压是许多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重要原因之一,也会加速衰老过程,从而缩短寿命。 因此,注意血压偏高,对健康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预防和改善血压偏高,我们需要从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入手。 首先,需要控制盐分摄入量,增加水果、蔬菜和全骨类食品的摄入量,避免饮酒和吸烟等不良习惯。 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锻炼身体,减轻压力和保持平静的心态来控制血压。 对于一些高压人群,也可以考虑佩戴血压剂,定期测量自己的血压。 在心理层面上,我们也可以通过缓解压力和保持平静的心态来帮助控制血压。 例如,学习放松技巧、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的社交关系等,都可以有效减轻压力和调整心态。 在得知自己寿命短暂的现实之后,人们可能会面临各种心理反应,例如恐惧、悲伤、无助等。 这时,积极应对自己的心理状态,调整自己的态度非常重要。 以探讨心理反应,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接受自己的感受,不要抑制或逃避。 找到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例如与亲友倾诉,参加心理知识小组等。 二,如何积极面对现实,拥抱生活,珍惜时间,尽可能地享受生活中的美好。 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均衡饮食,适量锻炼,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等。 学会与家人和朋友坦诚沟通,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寻求支持和理解,三,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家人和亲友的陪伴和支持,能够缓解心理压力,增加幸福感,社会组织,志愿者和专业心理咨询士等,能够提供更多的心理支持和指导。 总之,面对自己寿命短暂的现实,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接纳自己的现实情况,积极面对生活,寻求家人和社会的支持,都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这些方式,可以帮助55至65岁的人们,更好地面对自己的未来,提高生活质量,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二,出现这些问题,说明你真的老了,人们普遍以外观判断衰老,认为皮肤松弛,头发变白就是变老的标志。 但其实人老了,不只是皮肤变化,身材也会发生改变。 一,臀部变大,年轻人肌肉胶围紧实,臀部浑圆紧实,但到了一定年纪,臀部肌肉流失,脂肪堆积,就会出现下垂和外扩。 尤其是久坐一组,长期缺乏运动,更容易因脂肪堆积,导致臀部变大。 二,腰围变大,不少女性到了更年期,发现腰围快速增长。 这不仅是年龄增长,引起身体代谢缓慢,也可能是磁激素水平下降,影响脂肪代谢,使腰围变粗。 三,牙龈变大,口腔也会衰老。 当一个人牙齿与牙齿缝隙开始变宽,可能伴随着口腔咀嚼能力下降,牙齿脱落和牙龈萎缩。 四,肌肉松弛,随着年龄增长,肌肉力量持续减小。 骨骼重量减轻,逐渐出现骨质疏松,肌肉变得松松垮垮。 这也是老年人容易发生骨折意外的原因之一。 五,毛孔粗大,随着年龄增长,皮下脂肪层会变得松弛,欠缺弹性。 真皮中的胶原蛋白,弹粒蛋白等流失,皮肤失去支撑,逐渐干瘪。 同时,毛囊没有的外部压力,就会向外扩张变大,进而变得粗大。 三,十个习惯延长你的寿命。 身体机能无法长清,进入身体过渡期,应该怎么做才能免疫力更强。 美国医学会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指导人们开始健康规划和行动。 一,养成运动习惯,少做多走。 成年人每周保持150分钟至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或75至15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 运动可以增加肌肉力量,提高柔韧性、平衡力,改善身体成分,增强机体免疫力。 二,接种流感疫苗与新冠病毒疫苗,感染细菌、病毒等,不仅可引发相关疾病,还会增加癌症风险。 通过接种疫苗,可以为机体设置一道防险,有效降低疾病的发生风险。 三,注重体检和癌症筛查。 定期体检有助于在疾病发生前就发现它。 三,早期发现疾病,可以让疾病得到有效控制,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四,少吃超加工食品。 长期使用加工食品,会诱发炎症和氧化应激,增加多种疾病和死亡风险。 同时,超加工食品大多数是高热量食物,也容易增加超重和肥胖风险。 五,少喝酣汤饮料。 饮食与健康有关。 含糖饮料主要成分就是水和添加糖。 长期高热量、高糖的饮食会过度刺激免疫系统,导致降低系统识别病毒的能力。 六,保障充足睡眠。 睡眠是健康的基础。 长期缺乏睡眠,影响昼夜节律,会对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情绪等都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增加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 七,不吸烟。 烟草及烟草中的烟物有超过数千种化学物质,其中70多种唯以确定的致癌物。 吸烟对人体的伤害不仅是吸烟者,被动吸烟同样也会受到影响。 八,少喝酒。 酒精并不能起到养生的作用,无论是白酒、红酒还是药酒,只要经常喝酒,都会对生理功能造成伤害。 九,保持健康体重。 身体脂肪就像一个激素泵,一旦招标,就会导致胰岛素、磁激素等失衡, 从而刺激血糖、血压、甚至癌细胞等增长。 十,遵循医嘱用药、治疗疾病。 对于患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除了要注意改变生活方式,也要坚持用药。 根据血压、血糖等指标变化及时调整药量,并按照医嘱服用药物,切记自行减药或增加药量。 增强体质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长期实践和坚持,唯有如此,才能对身体产生持久的影响。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